其实你可以把两边拆开来 也许将来会放在不同工作表 这个放一个工作表 只是因为我们上课 为了方便就把它放同一个工作表 未来也许你可以把它拆开来 放不同工作表 前面是资料来源 右边的话是查询界面 OK 要查 比如我现在查 查哪个编号自动帮我带出来 很多 比如下拉 我这边可以下拉清单 把这边的编号 自动帮我把姓名 或者是其他的资料带过来 当然最简单的方法 其实一般我们在 检视于参照里面 最常用到就是微软数 其实这一题刚好也OK 因为为什么 因为它刚好 微软数有个特性 就是第一个 你要查的 这个查询的栏位 一定要是在第一栏 所以它刚好在第一栏 OK 因为我要编号要查 如果未来 你要查的 并不是编号 而是其他要查姓名 那很抱歉 就不行了 要不然就是怎么样 你要把姓名放在 跟两栏对调 各位 这样才可以 不过理论上 我是不建议 OK 我刚才换别的函数算 你用index 加match也是可以 OK 它不限定一定在第一栏 所以如果刚好这一题OK的话 那我们用最简单的方法 微软数 微软数的话 第一个按确定之后的话 然后他会问四个问题 反正这四个问题 你只要理解就好了 lookup value 其实lookup value是说 lookup查询 value就是查询的词 你要查什么 我要 这白话就是你要查什么 我要查这个003 OK 那第二个问题 他会问说table array table的话就是一个资料表 一般就表格 表格的 array一般就范围 表格的范围在哪里 表格范围 表格范围就在这里 理论上 这个上面栏文名称不用选 因为他不是我要查询的那个表格资料 所以其实你可以不要选到 不过有一些书上 或一般 有些喜欢把上面悬起来 其实也没有关系 也不会影响 只是我觉得不够精确 这个table的意思是说 你要查的资料里面的那个范围在哪 那个范围记得 你要查的编号一定要是在第一栏 才能够被查到 所以如果将来你的编号不在第一栏 你要查一定查失败 ok 那你就不能用微栏书 如果你要查的不是在第一栏位 那请你不要用微栏书 因为微栏书只能这样做 ok 这个可能要注意一下 那再来的话 他第三个问题 COL一定是column 蓝的意思 index是他的编号 number是哪一个编号 白话意思说 哪一蓝 意思说 那我查一定是查第一蓝 那column指的是 那我查到的那一栏 查到了 查到这个 那请问一下 我要帮你把第几栏的资料带回来 ok 我要把第二栏 所以这个地方 姓名 不是这个叫姓名 在第二栏 所以这里你要输入2 ok 那第三个问题就是说 那你range lookup 那你要找的那个查询的方式是要完全一模一样呢 这个要查询方式 如果一模一样的话 那你就输入0 其实就false 1的话是找大约接近就好了 ok 我们就找一模一样的 所以我这边就输入什么 这边输入2 这边输入0 ok 其实0就false 或者你也可以打false 不过我比较脱懒 反正0就是false 在以色尔或在那个程式里面 0就是false 那你就输入0就好了 ok 好 按个确定之后的话 那就帮我把吴丹亚这个人给查过来 那总销量一样 再查 不过 如果你要再再输入一次的话 一般是什么 把这个公式 再复制一遍 贴过来 贴过来的话 你会发现有哪些是一样的 贴过来好像这些一样 查的这个地方 这个范围也一样 哪个地方不一样呢 总销量 在第几栏呢 第三 所以这个把2改3 0一样 所以你会发现4的话呢 5 所以其实我只要把2 向下拉的时候 自动变成3 变成4 变成5的话 那我们就可以去带出他其他的栏 那你就不用用贴的啦 如果你很多栏 你会一直贴 改 贴改 是还ok 但是有没有更快的方法 有 就是不用改 最好是什么 下拉一次就完成了 但是如果你要下拉一次完成的话 有什么方式 可以当我下拉的时候 他就自动加1号 而且加的位置在这里 2自动变3 3自动变4 这边的话 你只要向下 要加1的话 你一定要想到一个函数 哪个函数呢 向下就多一个哦 其实这个函数的话 我们在旁边做一个 上次好像有跟各位讲过 在减4语参照里面有个函数叫做 裂嘛 不是刚好裂向下 向下 肉里面空的 你会不会向下填满 他就自动4 5 6 7 可是我要是什么 2 3 4 5 那是什么 那是什么 减掉2不就好吗 4就变成2了 那向下拉 2 3 4 5 肉刮虎减2 所以其实有个简单的方法 如果你假设要向这个公式向下拉 自动完成的话 你就直接把什么 把这个2 改成那个 这个 把它改成弱 R R O 小刮虎 减掉2就可以了 把刚刚那个公式 直接就放到这边来 但是呢 你可能要注意 因为向下拉 它的列 都会加1 所以h3会加1 所以要把它锁起来 h3不能变 所以前的符号加一下 那这个范围呢 A3到E10也不能动 所以在A3前面加一个前的符号 在10的前面也加一个符号 这样子的话 就大功告成 OK 我们试一下 打个勾 其他篮会不会自动帮我带过来 向下拉一下 把它自动 看起来比较好看一点 OK 好 是不是 22 对68 没错 26 2 OK 那如果我现在把它向下拉 找1号的 5 柏威25 68 4 也对 所以如果我要快速做一个清单的话 利用这个方法就OK了 所以特别注意 重点为1 1 记得V标函数只能查它的第一个栏位 给它一个范围 就这个范围 然后呢 关键的地方就在这里 Raw 小瓜5-2 那这个地方的话是完全比对 就是你如果查0的话是要一样 也就是你如果今天假如是这边008 如果你查查009的话 没有对不对 它会出现什么 Not available 有没有 它会出现错误 那N的话就Not available 那如果说你今天呢 假如说 你如果输入009不要错的话 其实你可以把公式这边 最后一个 这边改成什么 改成1的话 如果你1 1跟0有什么差别 如果都有资料没差 但是如果你输入009 刚刚会出错 现在会不会出错 Enter 它其实也会出现错误讯息 不过你会发现它有没有带出资料过来 御理尾 御理尾在哪里 御理尾 他还是帮你带一个 有没有 也就是说如果是1的话 他会帮你找接近的 谁最接近呢 他就008 所以如果你输入009 没有他就抓008 所以如果你是1的话 这边可能要注意一下 请各位试一下 画面先还给各位 利用至少要了解Viru函数 不过Viru函数 虽然它很简便 而且还大家蛮常用到 可是有很多地方可能会做不出来效果 就是像它第一个参数 Look at value 如果你不是找的是 那一个table array的第一栏的话 那就不能帮你做查询 OK 这个可能要注意一下 它有限制 但是呢 当然理论上 一般如果你的资料来源是 从类似资料库 资料表的话 因为资料表它的第一栏 基本上都是我们所谓的编号 所以基本上应该没有问题 但如果说你的资料呢 不是那种标准的正规画过的资料来源的话 比如说有些人就随意的给一个表 那你要用Viru函数 就会有失败的问题 那你这个时候可能就要想其他的方法 否则的话你就没有办法把你要带的资料 把某部分的资料复制到你想复制的位置上去 OK